就算此刻太過神奇 不知結尾我都想愛你 李佳心 飾演阿寶 即是我們是用來服侍人的 用來做工人的 很簡單的 總之不傷害人 要保護自己 要滿足人類的 需要令人類幸福快樂 就是基本上做機械人的宗旨 陸永飾演古家廉 古家廉在職場的生存方式 都是得過且過 希望上班就等於沒有回過 盡量不要讓老闆發現或者認得 這段時候機械人很流行 而且因為我們的機械人偏貴 所以推銷到一宗也挺和味的 所以又是一種以小博大 好吃冷飛的心態來加入基點 為什麼呢? 有指甲、皺紋和毛孔 是呼吸的 怎麼這麼冷冰冰 鑽下去不會嗝嗝聲 證明不是胸心 胸圍、腰圍、股圍、大腿圍、小腿圍 上下比例、五比八 完全符合黃金比例 而且… 有心跳的 你不信 行不行? 怎麼行不行? 怎麼平空 為什麼要弄這麼平 AI女傭嘛 不是AI奶媽 這麼大包工作很不方便 古家實在太幸運了 他在街上竟然撿到阿寶回去 然後他們生活上很多東西 從而學到人類的很多不同方面 包括好的是開心、喜樂 或者家庭的概念 但同時也學到人類不好的 可能是一些說謊、陰暗面 令到他有了儀式 所以阿寶可以說是 由一個真正原本本硬 用鐵造的機械人 到後來會變成一個 雖然他也是用鐵造 但他的情感上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沒有分別 他看到人們每天都說謊的時候 他會怎樣處理和面對 你知道這個都已經是 他究竟應該用邏輯方面去分析 還是用情感方面去分析 原本機械人是不需要面對 新離死別的不開心 但是因為他有了意識 他會學懂得不開心 這也是對一個機械人來說 是最痛苦的一件事 執了阿寶 即是這個機械人回家 對古家廉 甚至他一家來說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最高級 最高階的一隻阿寶 可能是富豪 才有幾個能夠擁有的 被我們全家執了 我們執了回去做些什麼 拿他來洗衣箱 拖地 隔一間 有時我會找他 幫我哄我的客人 他又慢慢學了一些 我們很貼地的東西 他變成一個 不是那麼純潔的機械人 是好是壞 都不早了 阿寶還沒捉完鬼嗎 鬼又稱鬼魂 某些文化習俗及宗教人士認為 鬼是人離開人世之後 遺留在世間的靈魂 這個世界有沒有鬼的呢 信則有, 不信則無 這麼貴官腔? 那你有沒有遇過鬼? 著名歌手黎明曾經說過 遇鬼跟愛情一樣 都是要說緣分 阿寶你這麼聰明 你又算不算得到 我遇到真命天子的機率是多少? 這件事就要從古希臘志學家 蘇格拉底說起 曾經有弟子問蘇格拉底 什麼是愛情 蘇格拉… 行了… 聽過兩萬次了 弟子去摘一棵東西 一個摘到 一個去到最後摘也摘不到 愛情很糟糕 大概是這樣 要用另一個心理 去想阿寶應該要怎樣做 初初阿寶真是一個 可以說沒有靈魂的機械人 到中期他開始懂得模仿 到後期他自己有了情感 有了意識 再到後期他都有暗色 演繹上其實要分得很細 還有又要清楚表達給觀眾看 但同時我又不能脫離 我始終都是一個機械人 我想Ali這部真是 比較辛苦的一部劇 表情不可以太多 語調也不可以太一樣頓挫 又不可以這樣 又不可以流汗 作為生物上他真的很難演 他是非人類事後來的 作為生物上一個人 是 tane字眼 是個剝肉 自己是個剝肉 是個剝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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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怕, 很容易弄 我們玩完了, 不好意思 留給你玩吧 好… 你搞定了 好, 厲害了, 先放下吧, 好不好 我來… 六月也什麼也什麼 蔣老師本身都是一個很鬼馬、很貪玩 而且每次有他們都很吵和小聲不絕的四位演員 最大的難度就是忍笑 他們每個都很輕鬆很輕鬆,在這裡爆肚 他們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但阿寶就要在這裡背稿背稿 讀稿源資料分析 馮瑩瑩就… 你看她就是癲癲喪喪 大癲大肺 她很喜歡把那些內心戲 正常內心戲在內心製作 她會跟你說那段內心戲 即是一場戲原本是兩分鐘 她說二十分鐘的戲 戲裡面嘉廉和多姐 真是… 雖上司 賤職員 我現在都是盡能力做了一個 藍佩閣的狀態出來 不過不要緊的 因為她們是值得襯托的 我希望我可以努力 怎樣襯托到 她們的好出來 那就好了 我好想要不要緊的 我應該也不會有這個 她們的男人 我應該是… 我應該會… 你應該會不會… 我應該會不會…